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体现在柴妮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背后的点点滴滴 比起短暂的大幸福 长久前可时薛青的小确幸更令人感动 汪小飞和陈建斌竟成恐高兄弟 大F分享包下预复树上期节目中 因去怕锁到核崩极 而也发众人爆笑的恐高男孩汪小飞 本期竟遇到了难兄难弟陈建斌 这对和自身形象反差极大的恐高兄弟 叫人跌破眼镜 令人捧腹 此节目开播以来就不断解锁出神机能的汪小飞 在本期节目中也大胆伸手 烹制的烤鱼受到众人一致点赞 不过 大F在此基础上 对汪小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聚餐期间 大F分享包箱预复树 甚受母亲影响 认为包箱还是要靠老公 三个大男人文言 求生欲爆棚 曾分包下碗筷 立马开始埋头包下 宠戏达人汪小飞 延续了一举一篮 以老婆为尊的行事风格 喜新为老婆哼制早餐 随后乖乖 任命刷完 对于行业不同的两人来说 一起见 住生活中的共同语言 拓展彼此的二人世界 也是一记为爱情保鲜的小妙招 两人一起在沙发上看韩剧 共度慵懒了午后时光 为了让大F在自己身上 靠得更舒服 汪小飞更是花式变换税资 如果说大F和汪小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那汪小飞无疑是史上最贴心的皇干 永远是无条件的妥协和无底线的宠爱 福原爱王楠怀念在场福原爱自负梦想是成为贤妻良母 因底赛缺习一期的江洪杰 在本期节目中前面回归 尽管有整整一期未曾出现 但江洪杰却得上期节目中平凡被王楠 汤圆圆提及此番回归 王楠更是身为福原爱的娘家人 好好教训了他一顿 不仅当面要江洪杰检讨不买笔记本的行为 临走前还不忙威胁江洪杰 要好好照顾福原爱 早已远离三场的王楠和福原爱在协调之余 还回忆其球场上的青春 王楠坦言 气景还会常常梦到自己还在训练队的日子 而福原爱也自负自己很长一段时间 适应不了退役后的生活 甚至还会败买错票的小迷糊 两人纷纷表示十分怀念害在球场上的日子 对于王楠和汤圆圆的此番到访 福原爱十分感动 他们两个一直照顾我 然后对我真的是好 倒不知道该怎么还给他的感觉 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同时在身边相依相伴 节目中的福原爱 幸福笑容简直停不下来 王楠爆料 福原爱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行迹良母 大恩文言立马惊呼 小杰也太幸福了 事实上 福原爱也是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梦想 他一手操持家里大小事物 这顾江洪姐的衣食齐聚 甚至还在丈夫比赛回家时还早起手在门口等他回家 他承认 在江洪姐比赛时 我每次都是会想他 但是我又想人家去比赛的 如果是我在这边闹人家 就有点不好 福原爱为家庭付出了很多 而江洪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心疼和感激 于他们而言 幸福就是把心周最柔软最珍贵的地方给彼此 节目最后 节目组上街随即采访了几对不同婚名的夫妻 就两位意见不合一般会听谁的 两位有没有在事业上相互扶持过这两个问题征集答案 大部分人表示妻子会在家中更占主导地位 又是一般都听妻子的 但也有夫妻表示 谁有道理听谁的 而就是否在事业上互助这一问题 大部分夫妻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更多精彩内容 每周三晚八点腾讯视频 幸福三重奏 我们不见不散啊 CM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